大家好 今天呢和大家继续聊一聊香港啊 对于香港的问题呢 我看其实大陆的小伙伴不是说特别了解 我也是这样啊 所以说我今天我想谈一谈香港 继续谈一谈香港 以前都是谈游行啊 谈示威啊 什么合理费啊 还有勇武派啊 谈这些东西啊 但这些问题呢 它具有片面性的 它没有去 没有把这个本身的问题来解决 那香港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那其实我觉得从这个香港的行政长官林 林郑月娥身上跑 我觉得比较好啊 那你说一个地区的 一个地区的人民有意见的 其实他不就是对他这个领导有意见 他对他这个地区的一个统治有意见 因此啊 我看这个香港的这个林郑月娥 他是怎么选出来的 我对这个就特别好奇 那我今儿就讲一讲香港的 这个行政长官的一个选举 那通过这个问题 咱们可以看到香港的问题背后到底都是什么啊 你说大陆的这些人呢 就是我有的时候也在想 你说这些 就只能是从官方媒体看到这个香港这个勇武派 这个砸呀打呀 这些东西啊 那你说他还没有抢劫呢 你像这个美国 这个黑玫瑰运动啊 这黑人运动啊 哎 他们的 哎 是打扎抢 扫是吧 这都是齐全 打扎抢扫 所以你看香港即便是勇武派 我当然我不支持这个勇武派这这种做法 因为他这个损坏了公共财产 再一个也损害了他人的一个健康 我不我不我不希望这种有暴力形式 示威游行啊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合理非 但是呢 你就看这些勇武派 人家也不是说为了自己的利益 往兜里花了钱 那这个可以这么说 从这一点上来讲 比这个美国的游行好太多了 可以这么说 好太多了 那咱们回过头来啊 咱们看这个香港的行政长官的一个选举啊 香港的行政长官的选举呢 他是有这个叫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 他一共有120个这个席位啊 但是咱们看一下他的构成 你看完构成 你对这个香港 就这个选举委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 咱简称吧 叫香港选举委员会 就是就有一个大致的一个了解了 建制派啊 建制派是指就是亲大陆的这一派 是803人 那中间派有67 那这个民主派呢 有322人 那是这么一个大体的一个比例啊 我记得上一集我和大家说过了啊 当时有一个叫2014年有一个831决定 这个决定之后是被否决了 那咱们就这个事情来看一下啊 这831决定是咱们全额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通过的 那这么说中央决定 那中央决定的东西 那怎么香港还能给推翻呢 哎 这个特别感兴趣 特别有意思 这个是由于什么呢 是由于当年中央 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个决定 是关于什么呢 是关于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的问题的 他这个是一个产生办法 咱们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啊 选举委员会一共是1200人 那他这个决定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这1200人呢 就是提名选出这个候选人是两到三人 这个选完之后呢 选完之后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全国范围内的这个普选 不对全国啊 我说错了 就是全香港范围内的一个普选 那是这么一个事啊 那么咱们看一下 这个是要求什么呢 要求这1200个人里头过半数提名 就是你必须达到600人以上 这个才能成为这个候选人 那咱们看一下啊 香港 民主派占3227位 中间派67个 你中间派加上这个民主派 一共还不到400人的 他怎么过半数啊 他也过600吧 那你想一想 你这个按照这个决定选出来的 那就是建制派的一个说法 你要过50%吗 过半吗 因为他这个民主派不没过半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那因此啊 那这个如果按照这个方法选的话 那你选出来的这种过半数 那都是建制派的人 那基本上就没有这个民主派什么事 是吧 那民主派你哪怕这个 你提个两到三个人 哪怕有一个是民主派的也行 你按照这个比例来 对吧 你建制派占三分之二 大多数 这个民主派占三分之一 那咱们就这么 咱选出来这个一个民主派 或者这个两个建制派 或者三个建制派 一个民主派也行 对吧 按照这个比例选一下 322 那个 在120个里头 相当于四分之一 对吧 你选四个人里头加一个民主派 这么选也行啊 其实 那我跟你大家正说 如果要这么选的话 要是再一普选 那 大家就知道结果了 这是很容易 那么 只要是能有民主派的入围就行 我认为 只要是不管多少 只一个 哪怕一个人只要入围就行 但是你按照这个方法 他入不了围 对吧 再一个他也不可能 就是当局也不可能 是让你捅入 你这么整 那肯定不可以 那咱就可以看到 就这个八三一决定之后呢 就有了这个雨伞运动 你看这雨伞运动 当年咱们都不知道 这国内的封锁太严重了 当年 那个封墙封的 就是这个墙封的 真的太厉害了 咱都不知道这方式方法 咱们都跟那个傻子 是得搁这个墙内呆子 那你看这个八三一决定 就是这么一个事 当年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八三一决定 是一个导火鼠 导致了香港的雨伞运动 那我今天也知道 这个雨伞运动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就像今天游行 不是香港人 不也打一个伞吗 老爱打伞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 雨伞运动的导火鼠 那香港立法会 就于2015年的6月18日 就开始表决了 就这个决定开始表决了 那么大批建制派议员 在表决前 突然离开了会议庭 他是其实想阻止这次表决 因为他们已经预感到了 表决肯定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结果 那也真的不出所料 以致这个议案 以8票支持 28票反对 大笔数这个否决 他们的离场 也没影响 这次表决的一个结果的产生 当时其实在香港 香港立法会 当时是有70个议员 在这个70个议员当中 其中有27个是民主派的 那你这个民主派 就特别逗了 这民主派人数还真的挺多 你别看说 你看大批的都是这种建制派 但没有用 因为香港的这个决议 这些法案什么的 就是这个行政长官 产生办法这个议案 他得需要三分之二的 这个立法会的议员的同意才可以 那么这个一共是70个 那有27个是民主派 也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想通过三分之二 他得拉拢四个这个民主派的人士 给刀割才行 那这四个人他没刀割 因此就给他否决了 你看这还27个民主派 还28票反对 还多一个你是吧 那可能还有个中间派 他摇摆了 所以这个就挺有意思 就把这个事给否了 这你在中国大陆来讲 这是不可能实践的一个事情 就是这个什么 全国人大参议会通过什么决定 你在大陆 那全部都是举手 拥护是吧 都是必须拥护 就必须举手 那这个是 这就是大陆的一个普遍现象 但是你看香港就不一样 香港靠这个27个民主派 是吧 还有这个其中的一票是中间派 还是那个民主派 还是建制派倒戈了 是吧 那咱也说不好 这一票到底是谁的 爱谁谁 对于反正没通过 就这么的啊 你这就是中国和香港的不同 就大陆和香港的不同 要为啥我老说 我说香港啊 这真的 这生在府中不知府 是吧 你们这 这中央 中央决定的 全国人大参议会都通过了 把你香港人所不通过 是吧 你香港人就特别好死 所以这个我觉得 这香港人 真的太自由了 相对于大陆来 特别自由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 831决定这个事件啊 那就是这个事 当时 那我想跟大家说 那你说这个法案 如果要是通过了的话 那你说这个行政长官 香港的最高决策人 那产生之后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对吧 那对于这个民主派来讲 那肯定是 特别不喜欢看到的一个 一个局面啊 那咱们再回过头来说 那这个像这个议案不给否决 咱看一看别的啊 那现在怎么选 那现在这个1200个人 还是在这的 对吧 选举委员会成员 那香港是怎么确定 这个1200个席位呢 其实他是把这个 选举委员会 这个就是选举委员会的 委员的一个资格 他是这么分的 是分38个 这叫界别是吧 什么叫香港雇主联合会议啊 香港有什么 还看还有酒店界 还有工业界 商界 还有会计界 这会计界挺有意思啊 你给考这个注册会计室 你有这个证 你才能去参加这个投票去啊 你才是这个 能参加这个投票去 所以这就这么一个事情啊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你想成为这个委员会的这个委员 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份子吧 委员会成员 那你首先 你得有这些入门的一个门槛 尤其你在会计界啊 在什么法律界都得需要资格证的 那因此啊 也就是导致了 在这些都是特别小众的一个环境 那小众的团体 哎 问题来了 那小众小众的团体 他好操作啊 尤其像这些工商界的一个联盟 你需要跟这个大陆来做审议啊 那因此 我在想 这个工商界的一个联盟 会不会受到某些利益的一个趋势啊 还有这些比如说会计界的 他会不会受到他这个会计事务所 他老板的一个政治立场来进行投票 对吧 为了保住饭碗 那会不会有这种这种方式方法 那这个咱就可以想一想啊 确实存在这个风险 对吧 他万一他不按他自己的想法去选 老板他给他开工资的 你要不你不按我的方法投 那你明日别给我这干了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 所以你看这个38个界别这个选举到底好不好 那我认为其实他应该按照香港的一个 哎不是香港 是错了 这个香港应该按照像美国那种 你划分区域 按照人口的一个多少来确定一个选票的数目 就是香港 那个美国叫选举人票嘛 那香港就是叫这个选举委员会的委员的一个票数就可以了 其实是一回事啊 那如果比如说像有的区域人口非常少 想给他点那个票的话 那也可以定一个合理的一个比例 你像美国各个州最少是两票嘛 对吧 这个参议院都有两票 那这个也可以相应的四党呢 给一定的一个幅度啊 更好的反映民意就可以了 而还能兼顾这个所有的一个选区 那就可以了 这是我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想法 就是简简单单的自己个人的一个看法 那这个咱们看一下 就他划定这个38个界别之后 你看一看香港到底有多少人能投票啊 这个是2016年这个BBC 12月11日BBC报道的 他说什么呢 说选举委员会啊 选举只有23万人具备投票的一个资格 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 那你 这个23万人具备的一个资格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咱这都是互相印证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大批的建制派的一个从事 是吧 有800多个席位 那不就是由于有这种一个界别的一个选举 才产生了大批的一个建制派吗 这个和我当时说的 刚才和大家说的 很那个就是 就印证了吧 对吧 那因此这个800多个人怎么产生的 大家心里的也都有数了啊 那还好 这不还有点民主派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香港跟咱们的一个不同啊 有反对派的一个声音 虽然人数相对较少 但是还是有人的 那么再看到啊 这个 那你看立法会的选举是397万选 这个大家想一想 有什么事没有 刚才我跟大家说的 这个831决定这个事 你看人数越多 对于 对吧 对于这个越不利 就我蓝字这个区域 我就不给大家读了啊 就对蓝字这个区域的越不利 那也就是说什么 为什么香港人想普选 对吧 那为什么香港 他得不到这种全民的普选的一个方式 大家也都知道为什么 因为利益不同 对吧 利益不同 因此啊 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那也通过我的一个分析吧 大家也验证了 如果人数越多 那对于这个 中央做出的一个决定 可能阻力越大 因此也不愿意看到 这种全民的一个现象的产生 全民普选的一个现象的产生 那这个是为什么香港 现在也没有全民普选的 这么一个方式和方法的一个 方式方法的一个产生的一个原言啊 那这个就 这个我跟大家说完了 包括刚才的说的这些 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那么现在就是靠这个选举委员会 这1200个人 过半数 这个长官就选举成功了 在这个选举委员会当中啊 只要你有150个人投你票 就是给你提名 你就可以被推出来 进行这个全体投票 全体选举 那这个就是目前香港的一个 选择香港行政场官的一个机制吧 那么对于民主派来讲 他对于这种组成 他肯定是不开心 不高兴的 对吧 因为你看这个才占四分之一 那占全体人数的一个四分之一 那他肯定就是对于民主派 他是一个不利的一个地位吧 但即便是这样啊 那你看刚才那个立法会 他不还有民主派不还有27个席位呢 不还挺好 但是最近 最近你不又有几个辞职了吗 辞职完事 这个我觉得未来呀 对于香港的立法会也不是说 反正应该是还是没法说了 是吧 我也不说了 这说这说也不好说 所以说未来的香港立法会会是什么样呢 咱们就只能说走着瞧了 那今天呢 就是通过跟大家的一个分析 来给大家总结了一下香港这个行政长官的一个产生 还有为什么831决定他会遭到这个否决 那大家了解一下香港 那也会参照一下大陆 那如果大陆要有这一个机制到底好不好呢 大陆的老百姓到底需不需要像香港这种机制 即便是香港这种机制 我觉得要能搬到大陆 我都挺开心 说句实话 就目前这种啊 香港人就是而而反对的啊 都是上街游行的 你把这种机制给我 我真的我翘首以盼 我翘首以盼 那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我就做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